Magic Box 但是呢鬼月的時候 多少還是會 follow 一下各種禁忌比較安心啦 言歸正傳 今天的 Madrig Box 要教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 the 加上一個形容詞的用法 這個意思呢就是什麼什麼的人 所以我剛剛說在鬼月的時候 the dead 會回來陽間意思就是 死掉的人 死者的意思 再舉個例子好了 英文裡面呢有一句諺語叫做 fortune favors the bold 或是 fortune favors the brave 意思就是呢命運眷顧有勇氣的人 這邊呢 the bold 或是 the brave 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勇敢的人的意思 啊我顯然就不是受到命運眷顧的人啊 我這麼膽小 說到這個我很害怕的鬼月啊 我們在鬼月的時候呢都會普度 the paper money and the food can make the dead happy 這些紙錢和食物都可以讓死者滿意 所以當我們要說讓某人某事怎麼樣的時候 就可以用上這個句型 make 加一個壽詞 再加一個形容詞 這邊的形容詞是用來形容這個壽詞的 舉個例子大家感受一下 there is a man outside staring at us he is making me really uncomfortable 我前幾天跟朋友出去吃飯坐在餐廳的窗邊 結果餐廳外面有一個男生一直盯著我們看耶 有點可怕 他真的讓我感覺很不舒服 這邊uncomfortable就是用來形容覺得 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我也可以說這個鬼月總是讓我很緊張 ghost month always makes me nervous 這樣也是可以的 有什麼事情會讓你開心啊緊張啊不舒服還是生氣呢 趕快利用今天介紹的這個巨型自己練習看看 我們下次再見